原来北极曾经真的有过企鹅 JLIRCEA报道 北极曾经有一种大鸟 叫做大海雀又称为企鸟 企鸟和企鹅十分相似 也是不会飞的 北极圈冰岛挪威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格 林兰及加拿大都曾经见到它们的身影 人类不停地大量捕杀它们 以它们喂食物 用它们的皮来制造衣服 把它们的身体鸡蛋卖到博物馆 随住最后一只奇鸟于1852年被杀 它们正式被灭绝 相对而言没有人定居在南极 企鹅的命运比起奇鸟要好得多 1488年葡萄牙水手在南非好望角 附近第一次见到企鹅 1520年坐在麦哲伦船队的历史学 加史加菲塔 于巴塔哥尼亚亲眼记录了企鹅 称它们为不认识的鹅 总结而言 人类要懂得节制自己的贪婪及欲望 制止对大自然的动植物的过分杀戮 这样 我们才可以和大自然的动植物共存 一起可持续地生存下去 我续写一下 再砍入 自然可以和若做双代 再加取出 前身的反应